这个女人来自2018年 这个男人来自1999年 一次意外的科学实验在两人间形成虫洞 带来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超时空同居 2018年的鸭鸭是一位大龄圣女 小时候家到中落 豪宅被变卖抵债 长大后最大的梦想就是赎回老宅 为了这个梦想到处相亲 谁能买下房子她就嫁谁 相亲男被直接吓跑 这买衣送衣实在高明 接着换个对象 一副土豪打扮爽快答应买房 不过有个条件 房价2003万 她出2000万 鸭鸭出3万 房本写两人名字 鸭鸭取出存款 土豪却带钱溜走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1999年的潜力哥还是一位屌丝 每天找人投资项目 说要建什么loft 小挖地会变成cbd 被大佬看成疯子 那就索性更疯一点 在厕所喝起闷酒 意外听到商业机密 领导竟然勾结外人 暗中出卖公司利益 不小心弄出声响 被领导逮个正着 那就做个交易 你帮我保守秘密 我给你投资项目 结束郁闷的一天 疲惫回到家中 灵异事件接连上演 连房子也和他们作对 这边洗菜洗出沐浴球 那边洗澡洗出黄豆芽 刚刚蒸的馒头 变成女性内衣 然后出现在那边毛巾架上 这边奶粉装进杯子 那边吹风筒马上吹出 洗发水怎么都挤不出来 原来都去了另外一边 折腾半天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 床上却多出一个人来 钱力哥是个老实人 注定要做个出席筒 发现完了才发现 是压压打错了人 两间房子被连到一起 中间墙壁却消失不见 房子有了两扇大门 一扇通往1999年 看的是环珠格格 泡的是五厅网吧 玩的是小霸王魂斗罗 剪的是沙马特鸡窝头 一扇通往2018年 付款是扫码支付 出行是高铁动车 吃饭是团购外卖 娱乐是互动直播 房子就是一个虫洞 可以从一个时代 穿越到另外一个时代 不同年代的门 只能由对应年代的人打开 不然就会时空塌陷 钱力哥寻找设计图纸 不小心打碎鸭鸭相框 是他最真爱的合照 上面有过世的父亲 钱力哥赶忙赔罪 带他去99年看望父亲 回到记忆中的老宅 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与熟悉 父亲和小鸭鸭在院中玩耍 门外的鸭鸭不禁红了眼眶 打开门想和父亲搭话 却突然刮起阵阵腰风 这就叫时空悖论 自己不能和自己相见 鸭鸭见着房子诡异 哀求钱力哥搬出去住 可是房东会招来新房客 万一是个大变态呢 只好将就着同居起来 2018年让钱力哥有些发懵 扫地居然能用机器人 放音乐直接用手机 没钱也能请助理 动动手指就能美食上门 还有特派服务员送上捞海底独门绝技 你们吃得这么香 能不能让我也恰恰饭 第二天各自上班 钱力哥拒绝领导投资 被威胁要把他开除 设计图纸也无法保住 为了个人前途 只好再考虑考虑 鸭鸭是前台柜员 偶遇前闺蜜过来逛店 为了维护面子 假装是VIP用户 前闺蜜挖过他墙角 现在棒了个多金男 为了炫耀新男友 约鸭鸭一起吃饭 还让他带上男友 鸭鸭推脱不掉 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让钱力哥包装一番 冒充是自己男友 多金男名叫思成 据说是位大导演 钱力哥不懂饭桌规矩 扬相迥态层出不穷 鸭鸭在旁拼命圆场 还是被对方看出端倪 前闺蜜趁机冷嘲热讽 思成随声应贺秀起了恩爱 连番羞辱 让鸭鸭很难受 钱力哥只好在旁边哄着 没钱买巧克力蛋糕 那就用咖啡粉加馒头片 做份仿真的 电视上传来彩票获奖报道 让两人茅塞顿开 去18年查到99年中奖号码 再回99年买下彩票 以后咱也是富翁 房子想买几套买几套 开心的有点过头 错把18年当99年 喝了一瓶三万六的拉费 既然已经弄错 不如将错就错 再来他一瓶拉费 反正明天就是富豪 信用卡额度不够 只好把包包压在这儿 这些都不是事 就等明天开票 开心的谈起恋爱 未来好像还挺美好 隔天过来对奖 号码果然没错 喜极而泣之时 突然天旋地转 彩票数字消失不见 富翁美梦瞬间泡汤 这游戏实在太难 还能自动修复bug 彩票中奖没了指望 恋爱牵手也别谈了 别拿自个儿当潜力骨 老娘要的就是现在 潜力哥不甘示弱 你就是个虚荣老半揪 骂得兴起之时 鸭鸭却态度大变 高楼上放着剧目广告 18年的潜力哥 已是房产大亨 还给自己改名十亿 我们就叫他十亿哥 潜力哥冒充十亿哥他弟 闯进公司发布会 看着台上风光的自己 心里不知是啥子味 因为距离自己太近 时空悖论开始生效 大楼内发生地震 玻璃门也倒塌下来 潜力哥被玻璃划伤 十亿哥竟也出现伤疤 脑中突然多出来记忆 让十亿哥意识到 过去有了变数 压压冒着地震冲入大楼 还好潜力哥相安无事 十亿哥找来时空专家 原来是他制造了虫洞 由于和18年发生关系 潜力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要是重要的决定被改变 十亿哥可能就此消失 为了阻止历史改变 十亿哥只好找到鸦鸦 约他去西餐店吃饭 还劝他离开潜力哥 要是不离开的话 潜力哥会被吞噬 用餐完毕送鸦鸦回家 被楼上潜力哥看在眼里 今天特地做了美食 本想和鸦鸦一起用餐 鸦鸦却说他要搬走 还让他接受领导投资 潜力哥语无伦次 却无法挽留鸦鸦 十亿哥买下豪宅 将他送给了鸦鸦 潜力哥回到公司 接受了领导投资 下班回家后做最后的告别 心里冥冥不舍 嘴上却讲不出来 鸦鸦故作坚强 下楼却哭成泪人 其实不愿离开 却更不愿看你消失 出门时弄倒了雨伞 18年大门留下一道缝隙 潜力哥去拿飞店赎毁包包 打扮成十亿哥模样 来见鸦鸦最后一面 老旧的手机声暴露了身份 穿着吊当西装还在那硬装 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 却让人忍不住动心 彼此都表露了心意 可是却不能在一起 领导那边窃取公司机密 却被老板逮个正着 政治中打晕老板 要将他彻底处理掉 潜力哥接到领导电话 约他去公司见面 开着车来到郊外 才知道要拉他下水 领导将老板塞进汽车 要制造自杀假象 如果潜力哥选择合作 就会顺风顺水 变成18年的十亿哥 就在愣神的关头 却发现汽车钥匙扣有些眼熟 鸦鸦曾经给他看过这个 说是父亲车祸留下的 原来晕厥的老板就是鸦鸦他爸 为了改变鸦鸦命运 潜力哥打翻领导 将老板救了下来 由于历史发生改变 十亿哥的世界开始崩塌 整个人最后消失不见 鸦鸦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他和潜力哥看到尽忠的彼此 却无法走入对方的时代 飞奔着跑到街角 终于在那里相会 下回再见的时候 别动手打人了 潜力哥笑着说道 鸦鸦含泪笑了笑 最后消失在街头 19年后 潜力哥再次来到18年 这个世界的鸦鸦在国外留学 两人又一次街头偶遇 只是过了19年 依然是个兽气包 超时空同居的故事 很多小伙伴可能看过 故事并不复杂 桥段却相当精彩 思诚是别人家老公 好男人只有电影里存在 这大概是影片最魔幻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